為什麼財報會受到影響 最主要也是因為華為的新機效應 想不到華為的新機還殺到了高通 因為高通的晶片 華為自己可以做了之後 高通會少賣6000萬顆 所以說其實這個消息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把它放在心上 因為 高通現在就是背負受敵 比如說有蘋果 然後還有我們的聯發科 現在殺出陳曉津叫做華為 因為過去的這個海思 大家覺得華為的海思根本不做了 麒麟晶片不做了 但是抱歉從Mate 60 Pro出來了 人家有自己做的晶片 自己可以做 所以呢 郭明奇的說 這個時候高通要再繼續下修 是繼續下修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說了這個低年的 第一季 第二季都不好 照理說三四季應該手機要反彈了 可是很抱歉 中國的手機起來了 我不要買你高通的晶片 我開始用什麼 開始用自己的麒麟海思晶片 所以第一個 2022年跟2023年 當時事實上是被什麼 也是被美國緊縮 所以中國怎麼樣 趕快跟什麼 跟高通下這個晶片 所以都下了2000多萬顆 這兩年下了2000多萬顆之後 接下來 現在中國想說不對 如果我自己都可以來生產晶片的時候 2024年 乾脆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我不用你的什麼 高通的晶片 我開始用我旗銀的晶片 所以呢 接下來就預估 全年度有可能 掉什麼 5到6千萬顆什麼 晶片 好 那接下來呢 高通的這個危機就是 高通通常都是出什麼 最強 最快速的晶片 現在最強的是8G2 接下來要出8G3 假設他的8G3想要賣得好 郭明星就說好 你本來一顆要賣到180美金 抱歉 你要自己降價 你如果不降價 中國也會比你降價 所以搞不好從180 可能會降到150 所以這樣一降 也損了108億美元 所以他是怎麼樣 撕了量 又降了價 所以高通接下來 大家對他的預估是怎麼樣 財測也差 營收也差 所以現在的高通 等於是背負受敵 好 那麼到底誰殺了高通 如果華為是主謀 那麼方兇會不會是聯發科呢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看到 本來呢 華為是買很多晶片的 沒錯 那現在自己可以做了 就不買了 這個量 減少了 那假如再殺價的話 當然對 高通而言壓力很大 那我們來談談聯發科 聯發科一直跟高通也是一個競爭的關係 我先跟大家講 聯發科 這一次就要出大招 過去我們好幾年都說 手機晶片過剩 大家知道手機在中國 應用最多叫什麼 就叫做 一個叫原神的遊戲 因為什麼 他要測試效能 所以 聯發科基本上 過去就是這樣 發表出來很強 可是做出來 太燙 不夠 所以這一次 大家期待就是什麼 天璣的9300 要去對標什麼 對標到高通的8G3 所以現在有三個人在拚 第一個是什麼 A17 Pro 這是已經出來了 就iPhone 15的 第二個什麼 高通的8G3 第三個是聯發科的 天璣9300 才要收拚 那 後面這兩個還沒看出分數 但是阿關你看上面的分數 我們來看一下跑分 最右邊叫做8G2 是現在的8G2 是現在的高通的最好的核心 他的單核跑分是 2050 有沒有 下面那叫2050 對 然後呢 A17 Pro是2914 那現在 對 現在聯發科說 如果我推出最新的 9300 天璣9300 我的效能 應該會是高通8G2的 25%強 所以加上去之後 他就說 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對標到A17 Pro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現在的這個天璣9300 為什麼能夠去打敗 所謂的高通的8G2 因為高通 這邊就看到了 他是用什麼 大核加小核 就是說他的CPU的核心 有比較強的有比較弱的 但是聯發科這一次 就鐵了心 他拿個四個超大核 再加四個大核 他就用什麼 他就用CPU的能力 碾壓高通 所以我先說 現在其實在手機界都沸沸沸揚揚 現在在單頭 9300 天璣9300發表的時候 如果效能能夠碾壓8G3 功耗又降低 又可以直逼A17 Pro 我給你看看 接下來你看小米 這一次 他的這個所謂的13 Pro 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天璣7300 接下來的vivo 可能用的是 就是什麼 天璣9300 就沒有人要用高通了 那這時候高通的 就是節節半退 好所以就是說我們的聯發科天璣9300 有可能是2050再乘以1.25 對 沒錯 雖然數字還沒有公佈 但現在預期那個數字應該是不錯的數字 那我們看一下個股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個股 那麼到底個股這時候應該怎麼選呢 當然 其實 我覺得是這樣子 上面是這個PCB軟板 我覺得還是很強 下面是跟IC設計有關 因為最近我覺得在AI的回檔的過程中 你還是要一樣去找 有下一個產業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手機 有可能在第四季到明年復蘇 所以包含聯發科這個精神指標 今天一拉起來之後 幾個IC設計的包含聯勇 細算剛才蔡永也提過了 我覺得其實都不錯 但是上面的PCB 其實我們之前提到 包含滑通回檔之後 接下來南電又電高 KY的茂聯 其實也不錯 那男子電今天其實應該也是說 他也有這個市電的轉投資 跟一些所謂的我們說的 除能相關的 他也開始拉 所以我認為觀察的重點就是說 AI退潮之後 第一個 先觀察主流的IC設計 IC設計如果能夠撐住之後 接下來這些PCB 我認為包含南電 還有一個重點 這一類的股票 它有高股息ETF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南電 它是高股息ETF 愛的股票 這個時候 如果高股息ETF 是投信大軍在支撐的話 我認為回檔撐住 再往上拉就有機會 我們不再吃 我們就知道 我們不再吃 我們不再吃 吃 前面 吃 吃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